嗨,我是Yuki 你可能會想說為什麼來普朗年會竟然是講無性生子跟有性生子 我講這個題目是有個原因的 就是我們現在常常想要讓學生去利用討論 然後自己去找資料的方式來瞭解一些課程內容 不過有時候並不是所有的班級都適合這樣的方式 比方說我帶三年級的復習課的時候 學生就問我,老師,無性生子跟有性生子到底有什麼差別? 哇,這時候時間很短了,我沒辦法讓他們自己去慢慢討論 也沒辦法拿著書讓他們自己去找 那這時候我必須要很簡短很精簡的告訴他們,讓他們理解 所以我只是想秀一下說我利用什麼樣的方式 精簡化這個內容,然後讓他們可以理解這樣子 那先讓大家來當一下生物課的學生吧 好,我們講到無性生子的時候 就是比方說現在有一個圓圈的生物 它生下來的後代會跟它一模一樣 無性生子,這個速度很快 所以它的子代通常很多 那有性生子呢,一個圓圈 它可能是要跟一個三角形 結合交配之後生下來的孩子 跟他們有點像又不會太像 而且數量比較少一點 所以在太平盛世的時候看起來 無性生子比較好 那你看一下這個 這個 竹子 它就是一個 很多時候竹子是一個無性生子的結果 我們看到的一片竹林裡面 通常都是用地下精無性生子出來的 那它整片山的竹子都長得一樣 因為它們是 無性生子出來的 DNA都是一模一樣的 它們的特徵都相同 那同一胎的Husky呢 它們同一胎 可是呢 結果就不太相同 每一個個體 它的結果都不同 然後呢 數量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看起來 無性生子 樂聖有性生子 哇大聖啦 對不對 那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到現在 還有有性生子的存在呢 如果說無性生子這麼好 那為什麼 有些生物是用有性生子 而不用無性生子的呢 啊 講到這個是 啊啊 隕石來了 糟糕 這顆隕石帶來了外星病毒 啊 這個外星病毒呢 啊 科學家發現這種外星病毒 會殺死原型的生物 所以 這個無性生子的生物 啊 爸爸 親戴死了 他的後代 全都死光光 因為他們全都是原型的 DNA一模一樣 然後呢 對這個新的病毒 完全沒有抵抗力 所以他們DNA一模一樣 全都沒有抵抗力 全部死光光了 那有性生子呢 有性生子的 爸爸死了 孩子 有一個 是原型的 他 也死了 可是呢 可能還有一些 有機會活下來 在這個狀況底下 有一些可以活下來 所以 有性生子 他可以 在適應一些 環境改變的時候 有一些機會 可以活下來 那 無性生子 要嘛全活 要嘛全死 有性生子 可能死掉一部分 然後一部分可以活下來 當然 全部絕種的也是有 但是 總是有一些機會嘛 因為 他有各式各樣不同的DNA的時候 他就有一些機會 能夠留下來 所以 這樣子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 現在的生物 並不是完全都只有 無性生子 那 因為兩個 各有優缺點 無性生子有優點 有性生子有優點 所以很多生物 同時使用無性生子 跟有性生子 那 比方說 地瓜 課本講到地瓜的時候 都講到地瓜用快根可以繁殖 切一段 地瓜的快根 然後放在水裡面 用個 用個那個 衛生紙沾個水 然後他之後就會發芽出來 用 地瓜的快根繁殖 但是 其實 地瓜也可以用它的枝條繁殖 比較多學生就已經 聽到說 地瓜也可以用枝條繁殖 課本都只有講說 用快根啊 其實它也可以用枝條繁殖 那 除了可以用枝條繁殖之外 其實地瓜 它也是可以用花 進行無性生子的 你以為這是千牛花嗎 喔 不 請再看仔細一點 它的葉子 不像千牛花 這個是地瓜的葉子 那 看起來跟千牛花很像啊 對 很像 但是我們再看一下什麼是千牛花 千牛花 這個才是千牛花 剛剛看到的是 地瓜 含基 所以 地瓜 它同時可以靠著枝條啊 快根啊 或者種子 來進行繁殖 也就是說它有 無性生子 跟有性生子 因為 無性生子有它的優點 有性生子也有它的優點 所以 這個生物它保留了 這兩種生子的方式 好 那 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聽完了之後 問大家一個問題 農夫想要保存優良的品種 該怎麼辦 該用無性生子呢 還是有性生子 給你一個提示 這張圖給你一個提示 你覺得 想要保留優良品種 應該要用什麼 這個題目是無性生子 跟有性生子當中 基本題 一定會問的 那 老師可能會講很多 哇 它的優缺點是什麼 比較比較比較 但是 有時候我們不需要那麼辛苦 我們只要一張圖 在黑板上 畫幾個圓圈 三角形 就可以了解了 好 那你看得出來了 如果要保留優良心狀 該用哪一種生子方式 比較好了吧 對 我們應該用無性生子 為什麼呢 無性生子 假設這一顆很甜 這一顆 芭蠟很甜 你用 這一株芭蠟 下去做無性生子 它的後代 長出來的芭蠟都很甜 可是 如果你用有性生子 如果你用有性生子呢 這個很甜 跟另外一個很甜的 彼此 交配 之後呢 生下來的後代可不一定喔 有的很甜 有的不甜 有的甚至很難吃 因為 有性生子 子代跟青代不完全相同 OK 到這邊可以了解了嗎 所以 講到這個東西 我並沒有很困難的 知識去 並沒有用很困難的東西去說明 而是用幾個簡單的 圓形三角形 四方形 來解說而已 那 有時候我們 可以利用這種很簡便 很簡單 抽出 我們 知識的一些 最 最 簡要的部分 讓學生 反而更容易理解 那 當然你可以花一堂課的時間 慢慢 讓學生去討論 讓他們自己去 抓出這些重點來 但是 當 沒有時間的時候 我們 可以幫學生抓到重點 然後用很簡單的方式 促進他們理解 這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 謝謝大家 今天 今天 börjar 制度 爛 琢瓶 好 conceptual